最近一架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在别尔格罗德州坠毁 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 大概率是乌克兰方面使用防空导弹击落的 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架运输机使用来运输S300导弹的 但是这个爆炸给人的感觉它不太像啊 我们看几段视频 首先第一段视频是本次伊尔76被攻击爆炸的视频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是乌克兰摧毁S300发射车的视频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是2023年5月1日 在巴弗洛格勒一座火车站被俄罗斯空间军的导弹给炸了 据说当时呢有两个营达S300导弹 反正我们可以看到啊 有S300导弹被摧毁的爆炸画面 都是会爆发出有点像这个烟花的白色火球 这些火球呢是固体燃料推进剂被点燃以后产生的 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次伊尔76运输机被炸毁的视频 可以看到啊爆炸后只有红色的火球和黑烟 这是航空燃料啊这个燃烧爆炸产生的 那可能有人说啊不排除这些导弹 没有提前安装燃料的可能性 那如果是液体燃料导弹 那确实 但S300作为一款需要快速反应的防空导弹 那使用的肯定是可以直接在导弹制造过程中 安装在导弹里面的固体燃料 所以不存在什么导弹和燃料分开运输的可能性啊 因此这个飞机里面安放的肯定不是乌克兰宣传的S300防空导弹 那至于是什么东西嘛 俄罗斯表示这架坠毁的运输机上面啊 除了六名机组人员和三名护组人员之外 还有65名乌克兰战俘 而且这些战俘是用来交换的 目前俄罗斯已经公布了伊尔76上面的乌军战俘名单啊 目前没有发现幸存者 俄罗斯议会议员退役将军安德烈卡尔塔布洛夫表示 这架伊尔76运输机因为是专门运输战俘的飞机 所以早就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报备航线了 正常情况下乌克兰不应该会把这架运输机误认为军事目标 所以这次肯定是乌克兰方面为了破坏战俘交换 故意为止 那虽然这个说法到底保不保真我不知道 但乌克兰方面杀害战俘的事情 在这场战争中确实也是屡见不鲜啊 不论是俄罗斯战俘还是乌克兰战俘 反正乌克兰军队看见了全都杀 乌克兰经常伏击什么俄罗斯的这个运输战俘用的卡尺位啊 载具啊 攻击战俘押送队伍啊 直接用导弹和炮弹攻击俄罗斯战俘赢啊 而且不仅对自己人很对俄罗斯人那是更狠啊 他们甚至还把处决战俘的事情拍成视频在网络上进行公开 使用包括销售枪决等各种材人手段 从本次战争中俄乌双方交换战俘的时候 俄罗斯手里战俘远远超过乌克兰手里的俄罗斯战俘 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来 那乌军是存在有大规模杀害战俘行为的 毕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水平半斤八两 不可能俄罗斯俘虏的多 乌克兰几乎没有俘虏啊 尤其是战争中前期啊 乌克兰大规模反共的时候 那是抓了不少俘虏啊 人呢 怎么到了交换俘虏的事就没了 反倒是俄罗斯还回一大量乌克兰战俘 所以考虑到乌克兰人做出的这种前科 我个人倾向于啊 这次乌克兰是故意攻击这架运输战俘的飞机的 那至于原因呢 各位自己想 对吧 为什么提前说好了交换战俘 我却要杀掉乌克兰俘虏呢 战争是一种政治手段 为了杀戮而杀戮 则突破了作为人类的底线 门虎只能说 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